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个环节请来Arno做我们的嘉宾 Arno 你好 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表现 互芯股市高收超过1% 成交亦都增加了 市场预期气氛好转 理好了大市的表现 券商和银行股法力带动大市 上证综合指数 收市部3,140点 升了38点 创一个多月的新高 深证城市部1,0109点 升了193点 互芯300部3,533点 升了40点 创业版指数部1,799点 升了33点 而恒芯指数方面 跌22点 报25,974点 而国企指数 报10,611点 升了5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 是869亿元 虽然内地股市高走 但都好像带动不了港股 今天恒芯指走势是窄幅 高开28点 最多是升76点 高见26,073点 但之后升幅都收窄 甚至进一步转弱 最终跌22点 至25,974点 是否明天超级星期四 外围有很多大市发生 加上又有股份租到沽空机构追击 令到市场气氛都转差呢? 其实你是说 超级星期四固然 大家很关注央行业务的相关言论 但特别是A股和港股走势的分别 留意今天A股上升 其实最主要是 在搜索13、5公级的改革 这些相关的因素 例如内地A股方面 升是升一些水泥股 建筑股为主 一些重磅 如金融股 都是跟随着A股上升 所以对港股来说 今天内地股市的升势 其实对恒生指数来说影响不大 因为在恒生指数里面 说一些建筑建材 或者一些水泥板块 占比是非常小 但你看到今天港股 水泥股等等 都仍然有个炒作 至于对港股后市的看法 或者恒指的走势上 始终在近一两个月 累积了这么多的升幅 现在一段稍微做个调整 是在所难免 所以说跟随不住A股 或者外围股市的走势 依然不大 因为这段升势上 基本上港股 都不是很跟踪 中美两地股股市走势 现在一段 我觉得仍然是维持看法 很多恒指成分股 仍然有条件 有个炒落后的迹象 这些位置 我觉得仍然有条件 继续看好 如果从整个技术走势上 短期来说 留意10天线 25800这些位置 我觉得未必容易跌穿 而不跌穿10天线 后市再向上突破 机会都比较大 正如之前所说 这段升市 绝对以追落后为主 现交段恒指的股值 都是14.5倍PE 其实我不说是贵的 股值都有条件涨步提升 所以从后市来说 我觉得目标有条件 望27000这些位置 但是短期后市来说 建议大家先看26500这些位置 好 Arnold觉得 其实有些股份是有条件去追落后 以及大家都留意 恒指10天线的支持位 看完大事之后 都和Arnold谈谈 今天伏牌的瑞星科技就是2018 停牌近半个月的瑞星科技 发澄清公告之后 今天就伏牌做好 虽然沽空机构 郭咸城发表沽空报告 第二份预论 亦都无了它的声势 见到瑞星科技最高是见96.7 收市报92.55 升超过1.3 但其实郭咸城都扬言 会再追击瑞星 如果投资者有货在手 应该如何处理好呢 其实大家会预料郭咸城研究报告 未来会再进一步 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料 去追击瑞星科技 所以短期来说 瑞星科技的现阶段 是不是完全无事 有条件做反弹 真是言之上早 但是今天 郭咸城研究报告发表的最一步言论 都是澄清之前的论点 实际上新意未必太大 但大家最关注的是 始终在近期的匿名分析 在匿名报告上提到 他们强烈建议买入瑞星科技 提到几个理由 就是反击之前的沽空报告 其实市场看法就是 各有各道理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要判断瑞星科技 是否真的没事 或者是可以回复之前的股价表现 真的完全没事 那份追击报告 是不需要理回 我觉得是言之上早 但是现阶段来说 看回沽空机构报告上面 大部分的大行 或者市场的看法 都觉得沽空机构报告 是值得去参考 但是 是否代表瑞星有个很大的问题 正如之前沽空机构所说 股价会有个很深的挑战 牵涉大量造假等等 又未至于 所以这些位置 就建议投资者见步行步先 暂时来说 我觉得不需要太淡 但是始终你见到今天的股价表现 就整体现了 看到虽然有个反弹在这里 但是其实对比之前跌了这么多 现阶段的反弹幅度 又不算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短期后市比较大的机会 可能反复赔回在 88元至50天线 95元区间 如果股价能够进一步 上回50天线或者10天线 97元以上 的确有机会上回100元以上 这些位置 所以暂时来说 我建议投资者 要去买 要去博反弹 就真的未必太过建议 但是有货的 可以不妨以88元 做一个指赞或者指涉为 好的 Arno就建议大家 审慎一些 以及投资88元这个股价位置 另外也跟Arno 谈下一个财经新闻 就是 沽空机构运税 昨天就发了一个死亡预告 可以说 就说今天会再出手 追击这个港股 今天下午就公布了这个目标 就是闻华控股1999 闻华控股跌一成 之后就停牌 停牌前就是报6.03元 不过有人仇之余 就有人欢喜 因为之前市场估计有机会 除了温水追击的股份 都逃过了一劫 除了通达和反弹 升超过8%之外 顺域光学也升超过3% 而中国水母855 和四环医药460 都升超过3%和4% Arno 你又觉得这些股份 值不值得买入作为短炒用途呢 今天讲温水份报告是市场焦点 其实你留意温水份报告上面 特别讲他们的创办 今天在香港的记者会上面 都做过一些言论 其实香港讲现价 牵涉着着 大家都叫做 可能牵涉造假这些叫老千古 讲的数目是非常之多 但他也有讲到 股空机构要去执行 要去揭发这些相关造假的行为 有一定的困难在 包括他们讲之前 讲温水报告最出名的 讲的就是近期来讲 特别是唱淡辉山雨孽 讲很多时候都是讲的是 长探完之后三个月 或者往后的时间之后 股价才开始反映 调整这些行为 反映市场操作的问题 就非常之严重 讲的就是其他股份 今次不是被运水去看探 之后出现反弹 代不代表前景是好一点点 或者是完全没事 这方面来讲 就真的完全不敢决定 因为讲之前很多时候 涉及到这些好像四环 通达等等 其实之前市场被人看探 其实可能有时候 有机灯是借机会 好像通达为例 之前大家炒手机业务 随着苹果概念 这些相关的因素 而因此有一个很大的炒作 导致公司的股价有更高的 比较高的估值 接着 就借着运水这些相关的因素 导致到股价从高位 有个好心的调整 所以因此 今天市场看到 不是被追击的对象 因此受到资金的追捕 出现一些反弹 但我认为现阶段的看法 以通达为例 我会建议大家看基本面 其实对于手机外壳 或者从前外壳 这些公司 我自己的看法 看得比较审慎 就未必太过建议去追入 那些四环 这些公司 医药行业固然 内地有一定的增长前景 但是内荷 四环之病 也同样地面对着 就是说一些透明度 相对不够等等的情况 所以这类型的股份 我觉得就不要撇除 就是说运水 或者是薄反弹这个因素上面 如果你是看好前景 要去买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说以上这类型的股份 暂时来说 我觉得未必是市场炒作的焦点 我觉得就算去薄反弹 再进一步反弹的空间 就未必是太过大的 谢谢Arno 另外跟Arno跟进下一个个别的板块 就是水泥股 资金轮流炒了中资板块 今天炒到水泥股 安徽海洛914 金玉股份2009 和1313华人水泥控股 都创了一个月的新高 随着中央公布了水泥业的改革规划 行业的基本面都持续改善 加上本身的股值偏低 短期内有没有条件吸引资金追落后 Arno 你觉得 其实你说今天水泥股 都有个明显的炒作 所以你说有没有条件 其实现加一段资金已经开始炒 有没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我觉得是有的 始终要留意很多资源股 特别说在5月的升势上 基本上是明显地跑输了大市 主要市场就很担心 很多商品价格 特别在5月份 你会见到开始有些从高位回落 对于内地来说 看到一些煤炭、铁矿石价格 是有个明显从高位回落的迹象 油价都同样地见到 是从高位有个回落的迹象 始终在商品行业 大家最关注 都是说供购关系 特别说内地方面 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 你在说 由于随着供质改革相关的因素 有很多相关股份 由去年16年的年中开始 已经累积了不少的升幅 水泥股都见到有些炒作 因为水泥价格的确 是见到开始有个 现底回升的迹象 年初至今水泥价格的表现 都不差 但是为何今天再次有个炒作 最主要就是公布了一系列的 13.5的相关计划 目标就是整个水泥行业要去产能 有个目标去4亿吨的产能 而最重要就是 未来预料水泥行业 要开新的生产线 仍然是极度困难的 同样的就是预料 在供给质改革上 预料就是 整个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有机会舒缩 或者是持续改善 水泥价格 仍然会有个持续量力的表现 所以水泥股后市来说 我觉得有条件是高一线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选择股份 我都会建议选择一些基本面 相对比较好的股份 如果只剩下水泥行业 我觉得你在安徽海洛 后市来说是有条件提高一线的 虽然今天股价升势上 相对没那么多 但是论基本面 论未来业绩上面 相信他们的表现会相对比较理想 亦都会有惊喜在 随着他们负债水平较低 中期业绩等等 无论是赚钱能力 或者在派息方面 可能都会有个惊喜在 所以看回到了 从技术走势上面 我觉得你看看安徽海洛水泥 你看回股价升到50天线楼上 突破了26.5这些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股价之前就横行是24.5至26.5区间 以量度升幅去看回 我觉得股价后市来说 是有条件看28.5这些水平 好 最后都跟Anno谈到一个板块 就是汽车股 看到今天的汽车股 都是普遍向下的 吉利和长期都公布了 5月的营运数据之后 都看到是双双向下的 比如吉利汽车的5月总销售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大约67% 但按月是减少大约12% 而长期的销量按年跌了3.8% 产量按年跌了超过1.3% 看到这两个股份 今天都是偏远 连带其他汽车股 比如广汽集团22300 和华晨中国1114 都要向下跌 Anno你怎样看这个板块 是否未来都好像没什么运行呢 其实汽车股一直都建议大家 很个别地看 不要整个板块去炒 因为始终在说 汽车股 现在一段不同的汽车股 你见到的股值 分歧是非常大的 吉利有个接近20倍PE的股值 最主要原因大家预料 他们的汽车销售表现良好 也都在说 随着SUV的占比越来越高 无利率预料可以推升 有助他们的盈利能力 相对于东风的股值 可能是一个单位数字 5倍左右的PE 但是在汽车销量上面 又没有太大的炒作 所以见到今天为例 汽车股公布了销售数据的吉利 或者长城汽车股价表现 相对比较差一点 但是整个汽车板块上面 亦都见到 东风是跑赢大肆的 所以在现阶段的汽车股 是真的非常个别发展 至于对于吉利 大家最关注的 看法是怎样呢?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仍然是比较审慎的 始终说 由年初至今 看到他们的销售数据上面 的确仍然是有强劲的增长表现 但是始终增长放缓 见到是一个大趋势 而最重要就是 很多消息都说 吉利其实现阶段 即使出货量强劲都好 都是不断地折扣 或者减价 推出他们一些新型号 不断都是减价促销等等 所以说中期业绩的时候 见到他们的无利率表现 我觉得就未必太理想 所以我仍然建议大家 对于吉利的看法 我会看得小心一点 如果从技术走势上面看 股价特别说上周 向上突破 但是我觉得 升到这些位置的估值 真的都不便宜 其实说12.5这些位置 我觉得吉利的估值 都已经算是贵 所以这些水平 我自己会更加审慎 这些位置 我建议有货的投资者 定好指赚指摄位 13元这些位置 如果真是穿13元这些水平 真的要理性地指摄离场 好的 麻烦你你的详细分析 先向Anno申报 刚才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呢 都没有持有 好的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会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